大卫读书人第八百四十一集 许清潇是什么 佛门八部天龙转世 八部天龙是什么呀 那是护道人啊 在佛门地位极高是极高 可是到了上面就不高了 佛祖 佛 菩萨 天龙八部 罗汉 护道僧 就这么排下来的 许清潇一听冷漠开口 放肆 本王乃是琉璃定光佛转世 为过去世尊佛 什么八部天龙 而等见得本尊 应称一声佛祖 对方说自己是八部天龙转世 佛门护道者 我就顺着你的意思往下落 你恶心是吧 看谁恶心谁 你们供奉佛祖 那我就是佛祖啊 放肆 八百遍经僧齐齐开口 许清潇口出狂言 对佛门不敬 你是佛祖 那他们如何能忍呢 许施主 莫要狂言 即便慧绝神僧 也忍不住开口 有些运怒 何来放肆 哪来的狂妄 无灭佛祖 咱们能不能放肆 自认佛祖 何可狂妄 可笑 佛曰众生平等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其意万般皆佛 人有佛性即可成佛 一切皆平等 佛无上下之数 我既有佛性便为佛祖 过去也好 未来也好 万佛皆本相 故而佛祖既我 我既是佛 何来的放肆 如若放肆 那佛门也无平等 如若狂妄 何谈立地成佛 许清潮大声开口 仿佛炸了一板 随着这道声音响起 慧绝神僧不由一愣啊 他没想到许清潮 竟然给他挖了个坑 不只是他 八百变经僧也愣了 他们送念佛经 显得十分强势 表明自信 许清潮道出佛经 积起自己的争胜之心 所以演化佛法 但因为此地 毕竟是大魏王朝 再加上也没到 真正关键时刻 所以慧绝神僧 并没有亮出底牌 斗法失败 也不吃亏 开口我称赞你 许清潮 以这种方法 激怒许清潮 而许清潮藐视佛祖 将自己反江的义军 自己下意识喊出狂妄之言 没想到 郑重徐清潮的吓坏 这就是许清潮 故意激怒汇绝神僧 反江的义军 质问变法 如今许清潮道出 佛门众生平等之言 一句话说得众人 哑口无言 大魏京都不少势力 再听到许清潮这番怒斥 也不由惊讶 从头到尾 他们都以为 许清潮只是不喜佛门罢了 却没料到 许清潮竟然是 故意给佛门挖坑 提前开始跟你变法 准确点来说 许清潮是给佛门个下马威 你说许清潮狂妄自大 是因为许清潮 自认自己是佛祖 可众生平等 佛约放下独刀立地成佛 人人皆是佛 每个人都有佛性啊 只要佛性出现 就可成佛 当真成佛是过去佛也好 不是过去佛也罢 你要执着这个 那就证明 那佛有三六九等 也有上下之悲啊 就没有众生平等之说了 也不存在人人皆可成佛呀 自相矛盾 想到这儿 众人不由择舍 这许清潮真是厉害啊 简简单单几句话 直指佛门本心 逼得慧觉神僧脸色难看 一旦慧觉神僧认可 那么便动摇佛门根基 这个业力他承受不起 可如若慧觉神僧否认 就意味着方才啊 说错话了 佛法不够精深 这算是吃了个大亏 而且还丢了脸面 如若平时这还没事 毕竟变法变不过 别人也属正常 可现在不一样 他身为佛门的代表 斜着八百遍经僧东渡变法 要一路全胜 怎么能在这儿失败啊 要是失败了 对他来说 也是件极大的麻烦事 所以慧觉神僧脸色不好看 他甚至有些懊悔 他看清了许清潮 没想到刚见面 许清潮挖了个大坑 等着自己呢 只是慧觉神僧很快 双手合十 望着许清潮说道 佛本无相 众生有相 许施主 一是众生 为无垢无净 为临佛国 为有正觉 何来无相 既有相言无相 自然狂妄 亦有放肆 将不愧是老的辣呀 那佛是无相 只要成佛过去也好 未来也罢皆是佛陀 让世人结困 引世人亡极乐而去 可众生有相啊 许清潮你是大魏王朝的王爷 又是如道半生 牵扯许多业力罪过 迷恋红尘而无法得脱 所以未有无垢无净 你也没去过佛国 意思说没有超脱自我 不愿舍弃这些个荣华富贵 过眼云烟 你哪算得上是佛呀 不过是众生相说本相罢了 这回答不算高明 但这回答呀 圆得过去 至少啊不算书 哼 许清潮不再说话 冷哼一声充满着轻命 在佛门眼中 这声冷笑仿佛是在说 佛门不过如此 还以为会觉神僧有多大能耐 区区一句 本相非无相都达不上来 这样的话呀 这次变法大会 许清潮可就有自信了 阿弥陀佛 许师主志会向已显 应当早日脱离红尘 莫要被世俗牵绊 入我佛门 灭自我业力 忘极乐佛国 成就正决 这次会觉神僧学聪明了 没说许清潮是谁谁谁转世 而是一口咬定 许清潮与佛有缘 只不过被世俗牵绊了 需要佛门引渡 小乘佛法 也配引渡 许清潮一句话出口 引来一片哗然 佛法无大小之分 可许清潮之言 竟是唾骂西周佛门 为小乘佛法 佛有教派 无非是供奉佛不同 做知事不同 但理念是一致 许清潮这一句小乘佛法 就等于是辱骂天下佛门了 京都内一片哗然 人们窃窃私语 同时也期待佛门如何应对 但没人想到的是 会觉神僧只是微微皱眉 却没有怒斥许清潮 不过这八百变经僧 脸色十分难看 被人如此羞辱 他们如何不怒 不是佛学问题 而是许清潮之间羞辱佛法 他们忍不了 如若骂他们 那也不在乎什么 事关信仰啊 不过会觉神僧不开口 众僧也不好开口 只能是憋着一股气 会觉神僧却淡淡一笑 阿弥陀佛 许施主着相了 同样之法 何须用两字呢 佛愿 世人因不知而媚 引之而愚 不懂佛经 无能觉智会窍 无能运明台 无能入佛国 无能观佛像 许施主 静静地看着对方 他不再开口 还未变法 自己已然让会觉神僧 吃了个大亏 这已经足够了 眼下无需继续争吵 过几天呢 有的是世间潮 他收回了目光 京都之外 会觉神僧等人 继续念诵佛经 只不过有太上 先公的清廉虚影在 佛光无法 投入其中罢了 就在此时 无尘道长等人 也纷纷从感悟 之中清醒过来 他们相互对视一眼 随后朝许清霄 深深一拜 多谢许圣 自法欲无 六人齐齐而败 许清霄给予的 上半部道德经 没说呀 让他们马上 脱波境界 却给他们一种新的思路 这种思路的启发 不亚于他们在二品之时 有个人教他们 如何修炼 晋级一品一万 自然而然 六人对许清霄 充满感激 许清霄赶紧还礼 诸位前辈客气了 还不等六人 继续说一些客头话 许清霄直接开口说道 诸位前辈 其实晚辈有一事相求 还望诸位前辈 援助其手 许清霄不但讲述了道德经 还讲了一篇新的道经 一是压一压佛门 二是帮眼前这几人 尽早领悟道德经 但是最主要的目的呀 他还是有所求啊 请许上开口 如若能帮 我等绝不袖手旁观 吴臣道人第一个开口 其余人哪 也都是差不多的态度 晚辈需要极品灵机 有多少要多少 可以算借 以后定当归还 极品灵金 大魏可没多少啊 但仙门肯定有 甚至可能比大魏要多得多 毕竟仙门需要这东西 大魏对这东西没什么用 也不会太上心 会有 但不会当成主要的物资 去收集 众人闻听有些好奇啊 没想到许清霄 开口喂的是极品灵金 一时间六人相互望了眼 而后纷纷开口 许圣 极品灵金倒不算什么 只不过此物 我等仙宗也携手 但能给许圣一百斤 赈宗可拿出九十斤 剑宗一百斤左右 单宗大概有八十斤左右 服宗几乎没有极品灵金 但五十斤还是可以弄到的 五大仙宗加起来四百二十斤极品仙金 许清霄把目光看向了 如意弃宗那位一品强者 许圣 我宗可拿出一百五十斤 不过 许圣 你需要极品灵金做身 如若是需要炼制一件防御法器 其实贫道可以为许圣炼制 用极品灵金的话 效果很不错 自有用处 练灵子前辈 晚辈想问 这天下谁家的极品灵金最多呀 四百二十斤 加升一百五十斤 那可就是五百七十斤 再加上大卫有个一百来斤 七百斤 足够自己打造出一架神武大炮 可一架远远不够啊 许清霄希望至少搞出三架来 最起码得三架 眼前危机也就再不是危机了 谁家极品灵金多 非要说的话 七星道宗应当有不少 但有一个地方 传闻当中有很多极品灵金 甚至还有超越极品灵金的材料 炼灵子这话一出口 不仅仅是许清霄好奇了 其余所有人都跟着好奇啊 还有什么地方能有这么多极品灵金呢 极品灵金乃是仙门的极其珍贵的材料 这种材料啊可以说少之又少 如今炼灵子道人居然说有地方更多 别说许清霄需要这东西 大家都需要 不管有用没用 这东西自然想要 对仙门来说多多益善 如若不是许清霄有助于他们 说实话 他们自家极品灵金都不够用呢 也不可能给许清霄 中州仙藏 中州仙藏 在座众人皆非等闲之辈 自然都听说过中州仙藏啊 尤其是许清霄 他还有中州仙藏的地图 炼灵子道人扶了扶胡须 望着众人开口说道 中州仙藏不是有大量极品灵金 而是有无数极品灵金 灵金的诞生是灵气山脉之中 需要千百万年才能孕育出极品灵金 中州仙藏存在无数年 理论上来说符合灵金生长环境 倘若当真有这种东西 那蕴藏的极品灵金 只怕无法用常理去估量 甚至会诞生出 比极品灵金还要好的矿铁 当然这只是理念 是否当真有 贫道当真也不好说啊 炼灵子也不是完全清楚 只是自己啊 推理出类的吧算是 不过这个猜测 有理有据 倒是让许清霄很是认同 许清霄心中对这中州仙藏 更感兴趣了 五帝去过中州仙藏 只不过没有太过深入 就遇到麻烦了 自己倒可以去看看 倘若真有极品灵金的话 而且还是大量的 那自己就锁定目标 甭管你第四代圣人也好 第五代圣人也罢 还是说什么佛门之声啊 所有的危机都可以解决 现在神武大炮的炼制方法 已然解决了 欠缺的是什么呀 就是材料 只要有足够多的材料 所有的危机都不是危机了 不过中州仙藏的事 许清霄啊 打算还是得先放一放 最起码地先解决 眼前佛门的事啊 毕竟中州仙藏 存在着诸多秘密啊 随即许清霄望向了临阵 这临阵呢 乃是归原镇宗的 一品强者 丁前辈 晚辈还想找您搬个忙 许圣直说 临阵一脸诧异地看着许圣 同时要好 大卫读书人第八百四十三集 临前辈 可否帮我刻印几座一品阵法 听到许清霄这话 临阵不由有些惊讶 许清霄要一品阵法干什么呀 但是他没多问 而是看着许清霄说道 许圣所需要的一品阵法 是哪种呢 阵法也分大小之说 如若是要给整个大卫京都刻印一品阵法 那可就麻烦了 每个三五年 甚至是三五十年 你都甭想 而且所需材料 以及人力物力 都极其麻烦 可如若只是布置一座小型的一品阵法 比如说法器加持一品阵法 那用不了多久 只是耗费心神 好 是刻印在法器之中 临阵人 这上边是晚辈需要的阵法 用最好的阵域 材料可以从户部去 还望前辈竭力 许清潇开口 同时掏出一份单子 上边是他所需的阵法 后者接过这张单子 只一眼神色就是一变 一共十八座一品阵法 需要一段时间 但是让他好奇的是 许清潇要这么多阵法干什么呀 练器 没必要啊 要这么多法器做什么呀 法器固然好 但如若不是极品法器 譬如说七大先宗都有极致法器 这种法器是最完美的 其威力等同半个一品 综合能力等同于一品 只不过这种东西啊 绝对不是依靠一品阵法 就能炼制出来的 这也就是他好奇的地方 但他没多想 而是直接开口 所有阵法炼制需要一个月 许清潇一摇头 望着对方又说 还望前辈竭尽全力 七日内可否可好 一个月 太长了 七天差不多 当然许清潇心里也清楚 这有点强人所难了 毕竟啊 这时刻印阵法可不是赶架呢 后者神色微微一变 过了一会儿他深吸了口气 老夫请宗门诸位长老一同刻印 七天内可以做好 如果是换作旁人 他会直接拒绝 但许清潇不一样啊 毕竟自己得了道德经上部 而且许清潇有大智慧 说不定哪天又悟出什么道经来 先门得巴结许清潇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自然而然这林真愿意答应啊 也算是许清潇欠下他一个人情 多谢前辈 许清潇欠下来 其实刻印阵法不算太过于麻烦的事情 真正的麻烦是佛门变法 如若要为许清刻印阵法 还望许清到时出面 应对佛门 先门变法倒不是一定会输 而是大概率会输 毕竟佛门变法文明天下 最主要的是佛门这次可准备了五百年 上次输了 那是大魏出了一位文生 如今呢就甭做梦了 故此佛门有太大概率 会赢得此番变法 但今日许清潇宋得道经 稍稍压制了慧绝神僧等人 这让他们感到喜悦 仿佛看到了希望 听到对方开口 许清潇其实心里也没底啊 你要说比比意象还成 真要变法那可麻烦 许清潇虽然不太了解 这佛门到底是如何变法 但他也知道其中的凶险之处 常理变法 以本相应非相 本物参非物 高深变法 以非相应本相 非物参本物 如若是诡辩之法 那就是本相应本相 本物参本物 反正这些东西奇奇怪怪 涉及天文地理啊 种类繁多 可更多的还是涉及禅意 佛意 道义 以及天地宇宙万物之说 许清潇能变上几句 比如说宇宙起源之类的 但这些都是本相应非相 用已有可得知去证 已有不可得知 非世间本相之事 可真要到高深变法 那可不一样了 所以啊 许清潇也没那底气 他得好好参悟参悟 以前看过的佛经 临时啊 抱抱佛脚 但这也没办法的事啊 万辈定当尽力而为 许清潇点头算是答应下来了 同时又叮嘱诸位前辈一番 极品灵金和阵法的事 众人啊 连连答应 太上先宗最直接 胡臣道人 直接让人把极品灵金 送到王府 当下 许清潇离开了太上新宫 赶回王府 一来好好看看佛经 二来炼制神武大炮啊 等许清潇走后 六个人可就研究起来了 此经当真是道门无上古经啊 方才聆听经文时 贫道莫名感到原神生化 如若不出意外化 一年之内 贫道原神将圆满 实际上 许清潇这篇《道德经》 让他们授意太大了 只是他们没当着 许清潇的面 说出这些话来 毕竟他们都是一品强者 还要些脸皮啊 如今许清潇走了 也就直接了当 哎 许圣当真是万古大才呀 他于如道一年成圣 而后并肩武道 武道又入圣 现在还修炼仙道 更是明写出 这般非凡的经文 这世间 怎么会有这样的欺人呢 不过 这篇经文只有上步 没有下步 可惜呀 可惜呀 倘若许清潇是我弟子 那该多好啊 不行 老夫待会儿 要找一趟许圣 做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敞开剑阁 让许圣修炼剑道 说不定许圣 能够领悟出 真正的绝世剑法 为我剑修开天门哪 说到这儿 见无极有些蠢蠢欲动 这话一说 其余几位先道一品 也不禁动容 无臣道人随即开口 无极道友 你想法虽好 可也只是想法 许圣还是沉溺如道 你让他修炼剑道 他已经没有时间了 又是儒道 又是武道 再加上修仙门之法 怎么有时间 去修炼剑法 剑无极神色微微一变 他本想反驳几句 可想了想 任无尘道长 说的的确是没错 而此时 临阵却开口了 只是上篇到今 我却感觉 能让我提升不少 若是全篇 或许我等 有可能成就超品 仙道有超品之说 如若当真成就超品 我仙道的气运 也就来了 到时候 即便是佛门变法 赢了我等 又能如何 六大体系之中 谁有超品 唯我仙道 诸位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也不知 诸位愿不愿意 林阵林真人 说到最后啊 大卫读书人 第八百四十四集 林阵林真人 开口道出自己的想法 倘若这次佛门变法 仙道输了 如道也输了 我等若是不想 坐以待毙的话 就不如彻底 融入大卫 表决心意 愿扶持大卫王朝 这样一来 算是将仙门气运 加持在大卫国运之中 这对我仙门来说 虽然有些吃亏 可也算是压制佛门 同时 也与许圣 结下真正的善缘 许圣毕竟是大卫平乱王 一心一意为大卫王朝 我等仙门是咸云野鹤 将仙道气运 加持大卫之中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说不定 许圣愿意将下半部道经 给予我等 一旦仙门诞生出一位超品 那当真是为我仙道 开辟心事 也可让我等仙道 一跃成就六大体系之首 而等觉得如何 实际上啊 林阵并不看好佛门变法 至少仙门肯定是 没有什么能力变法 没有任何胜算 输是一定会输 只是让他们直接认输 他们肯定不乐意 也不想让佛门占尽便宜 那索性不如彻底 加入大卫王朝 不算臣服 也不算归属 而是真正融入到 大卫王朝之中 让仙门的气运 加持在大卫国运之中 这样最起码佛门 甭想一家独大 还可以继续迂会 无尘道人见 无极炼灵子等人 纷纷有些沉默 这个建议的确大胆 但也不是件坏事 只能说 这样做 堵上了仙门的一切 建无极看着对方 忍不住开口问 可若是佛门输了呢 那得看是谁赢佛门 反正仙门没什么指望了 就你们培养出来的 那些歪瓜裂枣 还是别指望了 唯一的希望 就是许胜 所以若是许胜赢了 那我等更要如此 直接融入大卫 加持大卫国运 也算是给许胜一个态度 得到下半步道经 这话一说 众人又沉默了 因为临阵的主意 的确可以好好考虑考虑啊 此事还需要好好商议商议 不过可以保留 但眼下我等 也不要只关注这件事情 佛门辩法若是变赢了 也就变赢了 反正赢了输的 我仙门一直被压制 魔窟的事情 才是我等要关注之事 最近魔窟怨气 越来越可怕 封印随时可能会破裂 一旦魔窟出事 那才是真正麻烦的事情 其实 贫道倒是希望 佛门能赢 无臣道长提到了另外一件事 顿时啊 众人明白 无臣道长心下之意 一来 希望佛门营 这样的话 便可以压制天下妖魔 二来呢 希望佛门营 是担心佛门输了的话 会不会起些歹念 这东西谁也说不准呢 行了 莫要啰嗦 先回去好好理解经文 等过些日子 我等碰面 好好阐述一下心得 这篇经文 一定会让我等 受益匪浅 无极兄 你方才说的 千万不要多想 不要打扰许盛 最起码这段时间 不要去打扰许盛 无臣道人 同时还不忘 叮嘱建无极一番 免得打扰许盛 蒋无极一点头 没说什么 很快 众人告辞一声 纷纷离开此地 只是带众人离去之后 无臣道长开始打坐 过了能有小半炷香 等这些人彻底都走了 无臣道人立刻站起身来 朝外喊了一句 紫英 速来 陆紫英正在殿外候着 听到师父喊的 推门就进来了 他一脸好奇地望着师父 怎么了 师父 快 去藏经阁内 取出十二内庭古经 给徐生送过去 师父 你疯了 十二内庭古经 这可是咱们 太上仙宗 核心心法呀 什么核心心法 不核心心法 刚才 展天剑宗 你无极师叔 更是要开剑阁 想要结缘许圣 为剑道 续上一条无敌路 咱们太上仙宗 乃是七大仙门之首 这种事情 肯定不能错过 我已经稳住了 你无极师叔 但为时观望 你无极师叔 始终蠢蠢欲动 想来这是早晚的事情 与其让他结缘许圣 不如我们太上仙宗先来 你不要废话 赶紧去 记住 一定要小心一点 不要让别人发现 真被发现了 就说 是从极品灵金过去 知道吗 师父 你认真的 十二类亭经 这是太上仙宗的核心功法 非核心不得悦 拿给许圣 突而到不觉得什么 就怕回头出了事 太上长老们弹劾你 那你可别怪我 快滚去给许圣送经 废话那么多 无尘道长一脚踹在陆子英身上 让他赶紧干活去 甭废话 陆子英有些无奈 倒不是啊 因为这十二内停静的问题 而是自己师父 如此器重许清潇 让他呀 心里边酸溜溜的 想哭 原本自己是师父的宠儿 现在可好 许清潇成了整个仙门的宠儿了 你说让他如何不难受啊 陆子英莫名地有些感慨啊 他长叹了口气 他有点羡慕起陈叔等人了 最起码这些人虽然没那么优秀 可在自己的领域那是独秀 自己这仙道第一俊杰的光彩 如今却被许清潇彻底夺过去了 此时大魏京都外 慧觉神僧正在念诵经文 只不过佛光当中 慧觉神僧与八百汴京僧 也在相互传递消息 外人可听不见 这是佛门独有的神通 神僧 许清潇将佛法阻碍至京都之外 我等这般实在是有些不甘哪 有汴京僧抱怨着 言语当中十分不满 佛法怎么会阻于外 是我等佛法不够精通罢了 阿弥陀佛 孝僧着相啊 贫僧倒是看差了这个徐清潇啊 他的确不凡 对道有如此深刻之意 可惜的是 他不懂禅 也不懂佛 更不懂万法之空 空硬珠斑等道理 我等的敌人 依旧是亚圣王昭阳 他是 大魏读书人第八百四十五集 慧觉神僧没有轻视许清潇 不过他依旧不认为许清潇懂得禅礼 懂得佛法 不是轻视 这呀是一种认知的问题 我要躲响了 继续念诵佛经 当下 诵经声更加洪亮 只是佛光如波纹涟漪一般 一层层荡漾开去 但始终 无法进入大魏京都 所有人其实都明白 佛门变法快要来了 是输还是赢 谁也不好说 纵然许清潇今日以道经压制了佛法 可这只是短暂的一个交手 双方谁都没有真正动真格 到底谁能赢 还未克制 不过不仅仅是汇爵 实际上大魏也有不少人 将希望寄托于王朝阳的身上 他毕竟是亚圣 带着三千大儒 自然与众不同 而且还自称是大圣人的后代 这怎可能不被人关注呢 至于许清潇 大魏百姓是支持许清潇的 而且对于许清潇充满了信任 认为许清潇啊 可以变化成功 但老百姓的支持略加盲目 已经把许清潇神化了 认为许清潇无所不能 这其实也不是件好事 只不过不管如何 一切还是得等啊 等到关键时刻 孰强孰弱总会有个结果 大魏王府 陆子英带着十二内庭经 来到了评论王府 大堂内 陆子英也不避讳什么 就把这十二内庭经 交给许清潇 同时也将自己师父说的话 一一转告 只是当看到十二内庭经之后 许清潇不由哑人失笑 陆子英一看许清潇 这表情有些不解 徐兄 你虽然明写无上古经 可莫要瞧我等先门的功法 这功法不是修行 而是印证法 对你一定有帮助的 哦 陆兄莫要误会 徐某没这个意思 只是啊 方才周兄和李兄都来过了 也是各自拿出本门新法过来的 许清潇还真不是看不起 这十二内庭经 而他们觉着 闲门做事怎么都一样啊 一听这话陆子英愣了 好家伙 自己居然还来晚了 一时间这陆子英也有些郁闷 好在许清潇没有继续纠结这事 而是将《道德经》抄路篇 取了出来 交给了陆子英 陆兄 好好感悟 看到许清潇递过来的《道德经》 陆子英有些惊讶 仔细看了看 还真是《道德经》 这时候啊 这陆子英可有些感动 也有点不太好意思 他刚想开口说什么 然而许清潇朝他摆了摆手 意思很简单 都是自己人 就甭装内阁了 这陆子英一看也没什么好说的 虽然他也有傲气 可面对《道德经》 他这股傲气 选择性的消失 许清大恩 明记于心 他人如若需要我帮忙什么 一定尽力 苏兄 还真有件事情了 需要你帮忙 许兄请说 听闻太上仙宗有一柄仙剑 名为太上仙剑 威力无穷 不知是真是假呀 这个倒是真的 只是如若许兄想要借来的话 恐怕不行 至于其他知识 都可以办到 穆斯英点了点头 太上仙剑 乃是仙宗极致法器之一 太上仙宗有两件极致法器 这太上仙剑算是一件 他下意识以为 许清潇想要借剑 你别的都行 想要借这把剑不成 除了借剑 其他都行 就是自然 那好 陆兄 这样 你去拿这把太上仙剑 把外边的秃驴 都给我宰了 这忙能帮忙 许清潇一脸严肃 陆子英一听就一愣 当下他站起身 扭头就走 一句话都不和许清潇说了 你大爷 让我杀光那些秃驴 你当我陆子英是傻子呀 倒不是说打不过 借助太上仙剑 重伤慧绝应该没问题 可问题是真要这么做了 那可惹下了天大的麻烦 你有病啊 陆兄 陆兄 杀八百变金僧也行啊 杀慧绝神僧有些难 杀变金僧不难吧 许兄 令就高明 陆子英都懒得搭理许清潇了 看着离去的陆子英 许清潇叹了口气 喃喃自语 没本事就别把话说得那么满呢 仙道一脉呀 啥也不是 走出大堂的陆子英一浪 他很想转身接下这话茬 但是想了想还是走了 不敢逗留 陆子英走后 许清潇也不再废话了 开始练气 六大仙门接送来了极品灵金 加起了五百七十斤 陛下把国库里的极品灵金也全都送来了 但数量不多 只有八十斤 还有个五十斤左右 需要打各地运过来 也就是说呀 目前自己手头有六百五十斤极品灵金 数量上不少 但也不多 炼制一架一品神武大炮是没问题了 许清潇开始炼制神武大炮 好在他拥有太阳真火 这种火焰可燃烧一切 如若不是借助太阳真火 光是融化这极品灵金 至少就得几天呢 毕竟许清潇当前的境界 也不过就是个先到三品 如若不是有太阳真火 以及道德精加持 炼制一品法器 怎么可能啊 火焰燃烧 极品灵金化作金色枝叶 许清潇一点一点开始小心炼制 炼制一品神武大炮 他自然不敢乱来啊 比之前可要认真耐心十倍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了 转眼过了三天 这三天整个大魏京都十分平静 除了佛门弟子在外边 没日没夜的诵经之外 就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不过就在这一天呢 一则消息传来 大魏京都彻底安宁不下来了 天地文公传来消息 说王朝阳不会参与变法 用他的意思来说呀 他的目的是传教天下读书人 不想参与什么变法 也不愿意参与变法 再者 这儿是大魏啊 自有高人在 无需自己露面 所有人都清楚 王朝阳这番话话里话外 是什么意思 不就是说 自己跟大魏王朝 没任何关系 佛门来大魏变法 得大魏自己人出面 与他无关 这话一传出来 京都百姓莫名地就开始厌恶这位王朝阳 实际上 天地文公内 王朝阳的神色十分平静 他拒绝这次变法 其实是有原因的 他哪儿不知道啊 如此拒绝会引来百姓的憎恶呢 可是上边那位不允许他参与变法 而且他也不想变法 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许清潇 你许清潇不是能耐吗 大魏不是那么看得起他许清潇吗 既然如此 你找我干嘛呀 他倒要看看许清潇能不能变法成功 他等着许清潇出丑 也让大魏老百姓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 许清潇不是神 他不是什么都能做得到 大魏读书人第八百四十六集 佛门这次突然变法 绝非偶然 而是有预谋有计划的 很多事情绝对不是表面上 看起来那么简单 不过不管如何 随着王朝阳拒绝变法 一时间大魏上上下下忧心忡忡 终于到了第七日 慧觉携着八百遍经僧停止了诵经 慧觉神僧缓缓站起身来 他望向微额无比的京都城墙 缓缓开口 老纳 天竺似慧觉 奉赐之命 佛法东渡 变法天下 今日 于大魏京都变法天下 为时七日 天穷映照万道佛光 一尊巨大佛像出现 捏自在法印 在慧觉神僧脚下凝聚出一朵三品金莲 显得无比庄重神圣 八百遍经僧脚下也生出金莲 但没有品 可依旧佛光万丈 古老的诵经之声响起 浩瀚如海的念力加持而来 让大魏京都变得无比璀璨 佛意如海 念力浩瀚 无量无际 京都内早已聚集无数目光 众人都在观望 这七日来 大魏京都不知来了多少人 他们都在等待着这场京式变法 如今变法开启 他们自然激动 随着慧觉神僧的声音响起 大魏京都也彻底沸腾起来了 阿弥陀佛 敢问城中道长 佛有万法 皆往极乐 道有极法 慧觉神僧的目标直指仙门 提出第一个论点 一时间仙门沉默 城中没有人给予回答 七大仙门弟子都听到了慧觉的声音 只是他们不好去说也不敢作答 过了一小会儿 太上仙宗有人开口 道法无量 毕竟你一直不答终究不妥呀 太上仙宗身为七大仙门之首 自然逃不掉 于是太上长老开口了 道法无量 为何无成仙者 道法无量 但我等修道之人 还未参透道理 不有成仙者 自然正常 仙宫中 无尘道人不由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呀 就这回答你还不如不答了 的确 他答完之后 慧觉神僧双手合十 此言大善 仙门众弟子 截然皱眉 他们可明白 慧觉神僧这事在做什么 上来就挖坑了 第一场交锋 他们直接败了 京都老百姓有些发愣 仔细琢磨了好一会儿 才明白过来到底怎么回事 慧觉神僧先说 佛法有万法 问仙门有多少法 仙门回答无量之法 这慧觉就说呢 既无量 为何无仙呢 咋没人称仙呢 这其实已经开始挖坑了 常理来说 都会解释 那是我无能 跟道法无关 可慧觉要的就是这答案 人家没说你仙门不行 你自己承认你自己不行了 你还变个什么劲啊 是平道 谗意不足 与仙门无关 太上仙宫之内 那长老脸色难看 当众承认 自己的过错 而后闭口不言 没办法 他要不主动承认这个错误 就意味着仙门没有能者呀 与其带上整个仙门丢人 倒不如啊 自己背起这口黑锅来 最起码这也算是 最后挽回个面子吧 第一次交锋 仙门就吃了亏 不是大亏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佛门是有备而来 仙门也的的确确呀 无能为力 倒不是说仙门不如佛门 而是变法这种东西 仙门就不擅长 那各自的环境啊 修炼所学 都不一样啊 佛门弟子如若聪慧 佛门就会让他们学习经文 好好参悟佛法 而后行万里路 跟着大师去理解万物 去思考人生 而仙门弟子如若聪慧呢 仙门呢就好好修炼 加油努力 没了 这还得看到之后 才会说一句 不然平时大家都是在 练起修仙 谁有空搭理你呀 陈界呀 有个最经典的故事 说有两个附加翁 一个信佛一个信道 信佛的前往深山找到一名老僧 说自己要顿入空门 老僧让他静坐三日 不能吃不能喝 若是撑过去就收集为徒 归于我佛 信道的这位附加翁 前往深山寻仙访道 也找到一位老道士 说自己崇敬道法 想要修仙 老道点了点头 也让他静坐三天 但允许对方吃 允许对方喝 允许对方走动 只不过后者静坐三天之后啊 小拜师之时发现 之前那位老道士消失了 留下了一句话 没事别烦我修仙 这就是佛道之间的本质了 不说是佛门无私 是因为啊 佛度有钱 那个有缘人 也不是说道门自私 而是道门讲究的是 自我 本我 真我 你想修道 你自己修去呗 又不是没有精法 自己看呐 不懂找人问问也行啊 总而言之 没事 你别打扰别人修道 也正因为如此 佛门有一定的系统化和强制性 仙门就极为散漫了 除了些戒律 其他你想干什么做什么 自己啊 都嫌时间不够呢 哪有时间管你去啊 不修仙等死啊 慧觉神僧没再继续开口 变法本身就是一问一答 他提问了 接下来就换成仙门提问 安静了许久之后 还是太上仙宗先开口 吴臣道人直接开口问道 敢问慧觉神僧 从何而来 自西州而来 敢问是路远还是心远 心中无相 天涯就是咫尺 既然无相 何必变法 如不变法 怎知无相 既然无相 那汴京之者又是何人 是猪狗吗 此言一出引来众人惊叹 仙门弟子纷纷叫好 京都内不少人 攥紧拳头大声喊好啊 大卫皇宫 女帝也静静听着两人禅意 听到吴臣道人如此开口 也不由点头称赞 至于老百姓 却皱眉连连 大多数听不懂 这禅机之意啊 这说的都什么跟什么呀 是啊 听不听不明白 什么跟什么呀 老百姓议论 本来以为是一场惊世热闹 没想到高估自己了 完全听不懂 可就在这时候啊 一座酒楼当中 一道声音缓缓地 为世人解惑 这还不简单吗 仙门道长问惠爵和尚 从什么地方来 前义字就是来大卫做什么 贵爵和尚回答 从西州来 而西州是佛门圣地 是来弘扬佛法的 仙门道长问 是陆远还是新远 其意思就是说 此番弘扬佛法 不觉得有 大卫读书人第八百四十七集 开口的呀 是个和尚 三十来岁 坐在酒楼当中 面前摆着酒肉 显得格外的违和 不过这和尚长得 眉清目秀 说起话里十分温和 他与众人那耐心的讲解 只不过他称呼 仙门为道长 称呼惠爵为和尚 让人觉得有些古怪 但是老百姓可不在乎这个 而是还没听明白 不懂啊 小师傅 你能不能更加通俗易懂一点 我还是听不明白 这陆远还是新远 怎么又是这个意思呀 这大和尚愣了一下 可是他可没发脾气 而是换了一种 通俗易懂的说法 年轻和尚 尽可能用最简单的方法 讲述这段禅机 只是吧 没有说得很仔细 因为这涉及到禅了 与世人难以言禅 把大概意思说明白就成了 不然你压根都不知道 两个人在说什么呀 这番话说完 老百姓似动非动 路远勋远 这意思就是 你从西州一路跑过来 是走得累 还是心更累一点 毕竟相隔两个大州 你花费这么大的力气 前来大魏 执念太深 拿了一下佛门弟子 其实这就是辩法关键点 宣门道长已经出招 不管你说是路远还是心远 都是累 也就是承认自己有杂念 有执着 不是真正的佛门弟子 如之前一般 不管是我的无能 还是道法无能 其实都是无能 落得下诚 可慧绝和尚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回答 自己心中没有杂念 只是为了弘扬佛法 佛法 无执着 所以自己也无执着 没有杂念 自己已经是佛 所以无论多远 一切 接在佛前脚下 也就不存在是路远 还是心远 这个时候 慧绝和尚认为自己不是人 而是佛 没有执念的佛 来大卫辩法 是佛法自然 顺应天理 顺应自然 然而 仙门道长的意思很简单 你说你是佛 没有执念 那么为什么 要千里迢迢来大卫辩法 为什么要弘扬佛法 这不是执念 是什么 而慧绝和尚回答 如若不辩法 怎能说明自己无执念 而仙门道长却问对方 佛是无形的 而你是有形的 可你口口声声说 你是佛 没有执念 那站在我面前的是猪狗吗 诸位 听明白了吗 哦 我明白了 从一开始 无尘道人就认为 对方来大卫弘扬佛法 并非是为了普度众生 而是心有执念 是虚伪虚假的 而慧绝神僧认为 自己是佛 来弘扬佛法 不是执念 是为了天下苍生 年轻和尚点点头 一时间老百姓也有些感慨啊 还真他娘复杂 不过 也真他娘的有道理 这年头啊 不读点书 你都不知道人家说什么 此时此刻 人们望着天穷之上的 慧绝神僧 十分好奇 对方会如何回答 慧绝神僧 稍稍沉思 紧接着开口 是道长眼中的诸狗 还是心中的诸狗 得 又是在挖坑 如若是眼中的诸狗 那证明你修行不得 以肉眼观人 见人使人 如若是心中的诸狗 那是你心中有尘埃 见人非人 无尘道长稍加思索 而后直言 非眼 非心 只是话刚说完 无尘道人 立刻有些后悔 因为慧绝神僧 双手合十 缓缓说了一个字 无 无尘道长 常常叹了口气 随后朝慧绝神僧 深深一拜 人们诧异啊 尤其是先门弟子 他们都不明白 怎么好端端的还输了 方才不是说得好好的吗 大家你来我往 这怎么说输就输啊 大内京都 只有少部分人知晓 无尘道长为何会认输 大部分人则是充满着不解 酒楼里边 老百姓纷纷望向的年轻和尚 眼神之中满是好奇 大和尚叹了口气 慧绝和尚的变数 的确是天竺四数一数二 他询问先门道长 你口中的猪狗 是眼睛看到的 还是心中认定的 无论如何回答 都是错误的 眼见非真 心见非识 先门道长回答 就非眼非心 而慧绝和尚一个无字 其意是说 既然不是眼也不是心 那就是无 无即空空 既是空空 又何来执着 之前所说都是空 你提出来的疑惑 也自然是空 所以先门道长败了 慧绝和尚赢了 众人彻底不知该怎么回答了 这佛门禅机很是古怪啊 但这就是变法呀 提出问题回答问题 要么你说服对方 要么对方说服你 十分简单 无尘道长被说服了 阿弥陀佛 慧绝神僧双手合十 高颂佛号 随后他再次有提问 先门之中变得更加安静了 应该说整个大魏京都 十分安静 太上先宗的 无尘道长都拜了 谁还有资格上去应封啊 足足半个多时辰 终于有人回答了 慧绝神僧的问题 但可惜连三句话都没坚持下来 就拜下阵来 整场变法 足足维持了四个多时辰 大多数啊 都是慧绝在说话 大魏京都 说话的声音不多 这四个时辰以来啊 有一个好消息 还有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 大魏比东周要好一些 东周俩时辰内就完败 目前四个时辰 还没完全失败 至少先门还能回答出几个问题 虽然青一色都是输了 可总比东周要好吧 坏消息就是 七大先门 已经输了三个 剩下四大先门 更不用去想 慧绝神僧的声音 此刻却停了下来 变法了四个时辰 也差不多到时候了 不可能一直变下去啊 如此这般 第一天变法结束 大魏败了 如若不是吴臣道长强行抬了一手 其实是惨败 所有人可都期待着 许青霄现神了 夜晚的大魏显得有些压抑 老百姓啊 聚集在各大酒楼 谈论今日变法之事 大部分都是相互解释 今日变法的意思啊 可越往后说 老百姓越觉着 这佛门可怕啊 同时 也愤恨在这时候 王朝阳居然不露面 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大圣人后代 结果佛门都欺负到自己门口了 王朝阳不理不管 还真是个好圣孙啊 我好大孙啊 不过这种语言上的谩骂 没什么用 毕竟王朝阳又不是大魏子民 不帮大魏 大魏老百姓也无话可说 但更多人议论的 还是许青霄 如若许青出面啊 虚拘佛门 算得了什么呀 就是 虽然今日失败 但我大魏还有许胜 说得没错 大魏还没 大魏读书人 第八百四十八集 老百姓想到了许青霄 认为许青霄没露面 那事情就有转机 虽然啊 大部分言论是这般 但也有人泼冷水啊 许胜果然才华很易 可疯门变法 但也不是许胜擅长的东西 实际上 王亚圣之所以不出面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亚圣都不敢说一定能胜 半生自然更是不行了 开口的是一位来自天地文工的读书人 但对比诸胜一脉读书人不一样的是啊 他们可没讽刺许青霄 而是就事论事 只是言语当中 遵从亚圣 认为亚圣都做不到的事情 半生怎可能做到呢 这种言论一出现惹来不少谩骂 只不过老百姓也只是骂声齐句 当真上纲上线啊 也没那必要 毕竟人家说的也没错啊 亚圣都不敢变法 半生的确有点悬 但不管如何 许青霄是大魏百姓唯一的念想 却说第二天 依旧是佛门率先提问变法 但会议觉神僧没有开口 而是让八百变经僧来 而今日呢 也依旧是仙门作答 只不过仙门并没像想象中那般 被打击的连话都不敢说 这一日变法 仙门倒是有来有回 甚至有几次还说的不错 引来啊满堂喝彩 只可惜 到头来仙门还是白了 好消息是 今日五问五答 仙门差一点赢了 等到第三日 有了昨日较好的效果 仙门这次选择主动出击 但没想到 一切仿佛在人佛门的预料之中 佛门没任何紧张 也没感觉到棘手 反倒是也发起了强烈的进攻 以至这一日 仙门输得很惨 十问十答 全都输了 输到仙门弟子都怀疑人生 不管如何去变法 总被对方能找出破绽 狠气啊 但被打得没脾气了 终于到了第四天 仙门弟子心中 始终被压了一块大石头 一个个呀 情绪都不太好 而这一天本以为 又是一场争辩 只是没想到 仙门在这一日 选择主动认输 仙门认输了 这是谁都没想到之事 但又是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的事情 毕竟一连三天 仙门一场都没赢过 这认不认输 无非是多挣扎一下 和少挣扎一下吧 仙门本就不擅长辫子 坚持了三天 已经算不错了 但有一件事情 被有些人察觉到 七大仙门 基本上先后都露过面 可唯独他七星道宗 从头到尾都没参与 这不免让人有些好奇 不过想到佛门的强势 七星道宗不参与 或许是想给仙门 留下最后一点颜面 随着仙门认输 天地之间滚滚气韵 加持在佛像之中 那天穷之上的金色佛像 也越发凝视 只要再将儒道变赢 佛门这次变法 可就彻底赢了 剩下的 无非就是去趟南州和北州 走个过场罢了 慧觉神僧面露笑容 在他看来佛门已经赢了 这次变法 彻底赢了 成了 望着京都内 慧觉神僧不由看向了 平乱王府的位置 其实他倒是希望 许清潇能够出面 也好让许清潇知道知道 什么叫佛法高深 阿弥陀佛 辩法无胜负之说 道仗严重了 明日 金僧 以法辩儒 此言一出 京都百姓 天下势力 都有些默然 眼下儒道是最后的希望了 可这希望明显不大 如若是王朝阳出面 与许清潇共同配合 说不定还真有希望能够赢 而王朝阳已经明确表态 人家不参与变法 摆明了想要让大魏吃饼 故此对于如道 世人不报以太大希望 只希望许清潇啊 别输得太惨 最好能赢个两三场 那找回点面子吧 不过这几天 许清潇愣是没出现 这倒让众人不禁好奇 却说评论王府 许清潇常常吐出一口气来 一连数日许清潇可没闲着 都在练制一品神武大炮 压根没时间去关注 什么佛门之争去 眼下经过数日苦练 也总算是得到回报了 院子当中 一口金灿灿的神武大炮摆在那儿 这口大炮 浑身上下 皆由几品零金打造而成 坚不可摧 别说轰一炮啊 就算拿这神武大炮啊 你当锤子论人家 那都极其可怕 可承受一品的法力加持啊 许清潇尝试轮动 刹那间风雷之声响起 虚空震颤 极品零金就是极品零金啊 即便大炮以后啊 真要是毁了没用了 给武者当个棍子时 最起码威力无穷 望着这尊神武大炮 许清潇眼神之中满是细色 眼下需要等待的就是镇狱 只要临阵前辈把镇狱送来 自己就能尝试组装 有很大可能性打造出 一品神武大炮 如若真是如此啊 许清潇巴不得再发生一次 一族国造反的事 这样就可以试试这 一品神武大炮的威力 当真发生一族国造反 也不可能用神武大炮啊 这东西是超级杀手键 不到关键时刻 绝对不能露面啊 用了天下皆知 到时候可不是件小事啊 谁都害怕这东西 突歇王朝和出元王朝 会允许大魏生产这种东西吗 会允许大魏王朝拥有 这种强大的武器吗 只怕那时候 他们就得想尽一切办法 甚至不惜提前宣战 要求大魏拿出来制造方法 不然的话 早死晚死都一样 不如趁你还没真正强大的时候 我提前进攻于死网破 明白这道理 许清潇把神武大炮 藏进了浩然文中 这件事情啊 这神武大炮啊 除了自己和女帝之外 绝对不允许再有第三个人知道 王爷 陈大人来了 杨虎的声音在院外响起 许清潇立刻起身 把门打开走了出来 陈正如来了 快步朝自己走来 守人 明日变法 你可有准备 没什么准备啊 大魏不是有个哑声吗 让他先上呗 他要是愿意上 那还不错 可人家压根就不觉得 自己是大魏子民 已经拒绝变法了 提到王朝阳 陈正如就有些愤怒 他脾气一向极好 现在也忍不住骂声几句 他拒绝了 许清潇一皱眉 脸色有些难看 直接拒绝了 眼下如道一脉 就只能看你了 先门赢了几场 对于王朝阳的拒绝 许清潇有些惊讶 这不太合理 虽然王朝阳厌恶自己 不喜欢大魏 可他毕竟是在大魏传道授业 若是在这时候出面 也算刷一波好感呢 按理说谁都不会拒绝 可王朝阳拒绝了 就到这地步 绝对不可能因为是简单的厌恶 而放弃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傻子才会这般呢 所以肯定是有人让王朝阳 拒绝参加佛门变法 可不管如何 许清潇心里清楚 王朝阳终究不是大魏的人 不出面你也没什么好苛责 一场 大魏读书人第八百四十九集 许清潇不由有些折舍呀 他知道佛门变法厉害 可没想到竟然如此这般吗 先门惨败呀 一场卫生 陈儒 这四日的变法你说给我听听 许清潇也不啰嗦 既然先门一场卫生 那自己不管是输是赢 必须得好好应对了 陈正如也不废话 将连日来的问答变法 全部给许清潇说了一遍 听完之后 许清潇沉默 是禅机 佛门与先门变法的内容 是禅机呀 以本相应对无相之说 不能说非常高深但也不俗 而且对方估计是没有真正的用心 否则也不至于如此 听完之后 并没有许清潇想象中那般厉害呀 守人 你有信心吗 应当有些吧 听到这个答复 陈正如也不好再说什么 他站起身叹了口气 守人 不管如何 反正老夫是支持你的 你先好好潜心想想 倘若当真输了 也无所谓 莫要给自己什么负担 对方本身就是看我如刀衰败 才敢出来变法 大不了等你成胜后 再来打脸 陈正如 最近大魏情况如何 一切蒸蒸日上 良产越来越多 百姓的确开始过上好日子了 而且各地都在为你修建功德碑 水车之力 天下百姓已经知晓了 提到大魏近况 陈正如不由 笑容满面 十分开心 许清潇文言点点头也显得十分满意 当下 陈正如走了 许清潇开始沉心思索佛经 许清潇脑海当中第一浮现的 不是佛门第一心经 而是金刚经 金刚经乃是大乘佛法之无上经书 而且还是以问答方式进行的 恰好可以用成变法 只不过有一个呀 许清潇十分好奇 道德经引来天地异象 那金刚经会不会也引来天地异象呢 这是许清潇好奇的地方 而且啊 倘若金刚经能引来异象 那心经呢 也就是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这可是大乘佛法之经典 可开启大乘佛法 这篇经文要是拿出来又会如何呢 倘若真变法变不过啊 我就拿经文砸它 我就不信 还砸不过这帮兔驴 随后许清潇没再多想 开始回忆金刚经 同时也在细细体悟金刚经的内容 还得多亏了他晋升了伴儒 技艺卓群 要不然的话 就凭前世扫那几眼 怎么能弃得如此傲口截牙的佛经呢 第二天 随着太阳缓缓升起 洒落在慧觉神僧等人身上 慧觉睁开双眼 停止诵经 沐浴着昭阳 脸上满是慈悲之色 阿弥陀佛 贫僧慧觉 今日愿以如道一脉 变法论经 敢问可有如者 应答变法 慧觉神僧的声音 如黄中大吕一般 京都内所有人哪 都被惊醒了 老百姓一皱眉 慧觉神僧竟如此迫不及待吗 天刚亮 老百姓这早饭刚吃 就开始变法论经 吃相有点难看了吧 只是京都内没有任何声音给予回应 不管是许清潇还是其他人 毫无声音 慧觉神僧面无表情 他很乐意看到这一幕 无人回应 在他们的意料之中 一刻钟后 慧觉神僧再度开口 敢问可有应答变法者 依旧没有人回应 又是一刻钟后 掐准了时辰 他再次开口 第三次询问 声音洪亮 虽不刺耳啊 却扰人心烦意乱 大清早的鬼叫鬼叫扰人清梦啊 可是气归气 众人也不得说什么 毕竟人就是来变法的呀 敢问 儒者有应答变法者 慧觉神僧的声音再次响起 这声音让人莫名 感觉是在挑衅呢 儒道衰败 王朝阳又直言拒绝参与变法 眼下大卫京都唯一能出面的 可不就是许清潇啊 他一直叫喊 其实啊 不就是在说 许清潇你敢不敢出来变法呀 而反过来想想 喊了三次遍 许清潇还没露面 这是不是意味着许清潇没底啊 人们不禁这般想着 于是心情更加沉重 大卫皇宫 女帝早早起来了 端坐龙椅之上 美目之中含着怒意 毕竟佛门这般叫嚣 让他有些不悦 倒不是吵闹 而是这般言语啊 摆明了就是在讥许清潇 季灵 缓缓开口询问 天帝文公 当真不参与变法 回陛下 不参与 赵婉儿如此回答 季灵眼神之中就露出一抹冷意 天帝文公这般作有没有其他意思 女帝不知道 反正肯定是想要恶心许清潇 看许清潇的乐子 想要把许清潇从神坛之上拉下来 让老百姓认清一个道理 他许清潇不是无所不能 虽然这是实话 世人其实都懂 可许清潇 却能做到让老百姓莫名的信任 盲目的崇拜 这就是许清潇的不同之处 可如若许清潇这回真要拜了 老百姓姓许啊 就能发现许清潇原来也不是神呢 不是什么都能做到啊 这就有可能会影响国运呢 却说城外 慧觉神僧刚准备继续开口 突兀间一道声音响起 来自平乱王府 真是吵闹 某时还未到就一直在吵吵闹闹 而等佛门就是这般德行吗 伴随着许清潇开口 一时间整个大魏京都可就热闹起来了 老百姓攥着拳头 等了这么长时间 就是为了等许清潇出面 如今他一开口 不知为何 心中所有的疑惑 所有的担忧 莫名其妙地都消失了 民意如海啊 却见许清潇的身影逐渐浮空 出现在王府之上 与慧觉神僧遥遥相望 许清潇的确反感佛门 先不说佛门之前 要强行度化自己 只说今日 大清早吵个不停 自己原本还在顿悟思索 硬生生给吵醒了 慧觉神僧方才的询问声 那可是加持了佛门神通啊 也正因如此 才会让人从深度思考之中醒来 阿弥陀佛 秦僧慧觉神僧不喜不怒 满脸慈悲 口念佛号 许清潇神色平静 望着对方 出题吧 慧觉神僧摇了摇头 许师主 还是你先出题吧 他拒绝先出题 让许清潇先来 当然这可不是礼让 大卫读书人 第八百五十集 让许清潇先出题 七一是为了打压 许清潇的锐气 只是这种小手段 许清潇已经不在乎什么了 既然对方让自己先出题 那我就先来个简单点的 佛法讲究心佛众生 三者为空 所谓无胜无凡 无师无寿 无善无恶 一切皆空 对也不对 许清潇没询问禅礼 也没有问儒道 而是论佛道 世人好奇啊 老百姓啊 也都满是惊讶 许清潇以佛法为题 这不是白送一道 提给人家吗 尤其是这个问题 更看不出 有任何蹊跷和谗意 九楼 不少老百姓 早早就围过来了 听说这儿有个 年轻和尚懂得佛法 这四日来啊 都是这年轻大和尚 给大家打一解惑 所以啊 老百姓啊 早早就把九楼 给围上了 小师父 许圣是何意啊 阿弥陀佛 许圣之言 是佛门皆空之说 心即空 佛即空 众生皆空 佛经有约 万物皆空 此乃非相 望世人不可执着 否则会堕入魔道 并没有什么禅意 只是佛法典故罢了 年轻和尚要好奇 不明白许清潇 为何开口就问这个 慧觉神僧听闻之后 微微皱眉 倒不是这问题难 而是这问题太过简单了 他仔细想了想 虽然并不觉得 许清潇懂什么佛法 可还是不敢掉以轻心 眼下输赢可就在这一刻呀 若是赢了许清潇 佛法东渡成功 如若输了 可就功亏一归了 只是思来想去 慧觉神僧还是想不出 这问题能有什么埋伏 他只能给予正常的回答 是也 话音未落 许清潇猛然出手 一巴掌狠狠地 扇在慧觉神僧的脸上 这一嘴巴相当脆成 整个大魏京都 所有人都懵了 没人想到 变法就变法 许清潇上去 先给人家来一嘴巴 慧觉神僧也没想到啊 这太突然了 变法呀 你怎么上来打人嘴巴呀 而且莫名其妙啊 他是佛门二品 理论上阻挡得了许清潇 只是谁能想到 大庭广众变法之下 你能上前给人来一嘴巴 所以慧觉神僧没任何防备 这一嘴巴挨得是结结实实啊 天地文宫中 王朝阳也有些责舍 他不明白许清潇这是干什么的 难不成说不过就动手 许施主 你这是作甚 慧觉神僧面带怒意 他站在佛帘之上望着许清潇 眼中满是怒火 但他忍下了 挨一嘴巴不算什么 你得给我个解释 如若你给不了解释 那这变法你就输了呀 而且输得极其难看 遭天下人唾骂 许清潇面带笑意 你既然同意一切皆空 那何来痛苦啊 慧觉神僧文言就是一愣 京都老百姓也愣了 妙哉 妙哉 许圣当真有智慧相 好一个一切皆空 何来痛苦 酒楼里那年轻和尚啊 最先回过神了 他马上明白许清潇什么意思了 许清潇上来就问慧觉神僧 一切皆空 对不对 这问题的确没什么 毕竟这是佛门经文之中记载的 如若说不对 那就违背经文 违背佛陀 如若说对 迎来的就是当头棒鹤 上来给你嘴巴 你这招就是无解啊 慧心大和尚哈哈大笑 看到自己师兄吃别 他十分开心 没错 在酒楼里给人讲解的这位大和尚 便是天竺寺四大神僧之一 也是最年轻的那位神僧 慧心和尚 这一刻 慧觉神僧 双手合十 神色平静 可是谁都看得出来 他难以平静啊 刚见面挨一大嘴巴 换谁谁能平静啊 尤其是许青霄以佛法辩论赢了自己 你真是既难受又憋屈啊 的确小瞧了许青霄了 想到这儿 慧觉神僧不由深吸了口气 望着许青霄开口问道 敢问施主 儒教可攻 慧觉神僧没阐述佛经 而是以儒教为题 自然公平 那请问 如道之中杀人为何罪 这话一说所有人就一种没 因为他们瞬间明背过来 这慧觉神僧要说什么了 杀生为大罪 那杀生之罪如何处置 天地不容 法理灭之 那许施主 屠露尘国千百万百姓 法理为何不灭 贫僧是否认为 儒教因权而变 划分三六九等 一等为贱民 可随意杀之 九等为权贵 可践踏生命 无是天理 说到这儿 慧觉神僧望着许清霄 神色平淡无比 把话说到这份上 明显可就是找事了 而这一次 也无需慧心和声解释 老百姓也听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慧觉神僧是什么意思 你许清霄既然说如道至公 杀人为死罪 那你许清霄杀那么多人 为何不死啊 难不成因为你许清霄 是大卫王爷 是高高在上的上等人 就不在律法之中了吗 如若这般的王朝律法 岂不是只针对老百姓啊 面对如此多多别人的询问 一时间许多人 为许清霄捏了把汗 因为这问题的确是 十分的刁钻古怪 有些诡辩的意思 许清霄为何屠杀陈国百姓 因为陈国百姓不祥啊 可问题是如若你这般解释 慧觉神僧又说了 不祥就杀不为天理 那要是天下人都不服你 你是否要杀尽天下人呢 要是许清霄真回答一句是 那可就彻底的名声败坏了 没人会喜欢一个试杀之人 这是暴虐之行不可取啊 但倘若不这般解释 你又没办法解释清楚 为何你不受罚的原因呢 可就在这时 许清霄几乎没怎么思考 开口就答 杀生为护生 斩业非斩人 慧觉神僧眼中不由露出 惊讶之色 八百汴京僧也齐其一阵 好 好一句杀生为护生 斩业非斩人 此言大善是辰 酒楼里惠心和尚激动无比 攥紧拳头 身为佛门弟子 他对辩术也十分惊痛 自然 当许清霄完美回答这个问题 他忍不住也激动了 许清霄屠杀陈国 百姓不假 归根结底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要保护大魏的百姓 不杀带来的杀孽更多 所以杀生是为护生 斩业非是为了斩人 不杀他们往后造的杀孽 会越来越多 会更多 斩的是业力而不是某个人 业力便是因果恶报 这个回答太过完美 完美到会觉神僧一时之间 竟不知该如何说话了 大家好 我是大斌 我的新书都是热血小说 狼语兄弟上架了 新书上架啊 大家快去搜索狼语兄弟 点个订阅捧个厂 同时也给大家那送个福利 在新书上架期间 咱们连续三十天 每天抽一张喜马拉雅的VIP月考 快快搜索狼语兄弟 第一集评论区留言点赞 参与抽奖 在狼语兄弟当中啊 我扮演的是宿舍大爷 那宿舍大爷也是大爷 头头冤在狼语兄弟里边 扮演的狗大 那真是狗啊 那还跟你大爷我比比划滑的 那是一个量级的吗 我手底下管着一栋楼的人 你这么点啊 我手底下管着一栋楼的人